2月份其實是一個很浪漫的月份 除了西方的情人節之外 還有元宵佳節 不知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 Cindy 李詩雅 到底怎樣過這個情人節 Hello 大家好 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情人節 因為我覺得情人節是一個很浪漫的日子 上一年 因為上一年是我第一次做蛋糕給我男朋友吃 而且暫時來說是唯一一次 我們會做一個茶味的甜品 我們會用一個Jasmine 茉莉花 我們首先看看我們的材料 我們有牛油 有麵粉 有烤打粉 另一邊有糖 和蛋 蛋是蛋黃 麵粉 先放入碗裡 接著就會用這個法粉 其實是輕拌的已經夠了 接著我們會用這個牛油 蒸10秒 即溶少少 10秒 8秒 讓它軟熟一點 不要太硬 否則就會做到比較硬一點 你會比較難攪拌 不如我和你先攪拌 否則不然就不斷攪拌 我怕我沒有力氣了 是的 先保持實力 謝謝 我們還有很多程序 我們有一次還可以做的 或者你幫我加些糖 OK 或者跟著就 倒進去 可以倒進去 你幫我加一個蛋黃 攪拌好之後 我們就會用一張牛油紙 先壓扁 接著摺好 接著我們放在雪櫃裏面 放入雪櫃是儲存的 大約12個小時左右 雪完了 Thomas 是的 看有沒有質地 是比較硬淨一點的 有沒有 是的 雖然做出來的質地 我們要有這樣的質地 才可以推開它 用一支硬棍 我們現在就需要 先把它切開一塊塊 我們輕輕撒一點粉 不要太多 接著就把它插在一起 這樣 我們首先要把一塊刀 做到正正方方 我們把硬棍 輕輕開 這樣 我們硬棍的厚度 大概是15mm 左右 硬棍的時候 你看我的形狀 各樣東西都是正方方 我們可以完全實用 把麵團都拿出來 這樣做 不如我先放一塊塊 你幫我手指 把手指握開 輕輕輕 把手指握開去形狀 可以 把手指握開去形狀 好 我上一次做蛋糕 也是形狀的 我做了兩個蛋糕 一個就給男朋友 另一個就給家人吃 嗯 延續到今年 是 我唯一一次做 拿一個焗盤 將它入爐 爐火 大概是160-170度 會較為合適一點 你把焗盤 放在爐的中間 可以 大約多久 8-10分鐘 OK Cynthia 我們現在做一個Mango Compo Mango Compo 其實好像芒果果芒果 介紹一下材料 有芒果的蓉 有檸檬汁 有砂糖 魚膠道之前 都是浸軟在這裡 接著我們有一個芒果的粒 切多四四方方 漂亮 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先把芒果 放入煮餅 加了檸檬汁 加了檸檬汁 接著我們加砂糖 放在這裡 放在電池爐上 調到中上火 是否不能太熱 有 大概到60度就足夠了 你看到現在好像有煙 汁邊有少許的跡象 在這裡抹泡泡 好香 我們先離開火 魚膠片 放進去 融解和芒果蓉 會混在一起 記得融解了嗎 在這裡 融解了 對 你幫我手 放芒果 放芒果 每個孔 你大概給我三顆 這個比較容易做 好嗎 我把芒果 融解放進去 麵糊的厚度 不是太厚 不能太厚 不然高度 比我半生的厚度高 麵糊的厚度 就會不好看 我們現在把這個 方法儲存在急凍櫃裡面 大概儲存的時間 大約約兩小時 這個要放冰箱 要放冰箱,要把它弄硬 才可以放入mousse Thomas,我看到有很多材料 還有很喜歡吃的朱古力 我們接下來會做些什麼? 我們會做一個Jasmine Tea Mousse 但這個Tea Mousse有些巧克力 我們也要用40%的牛奶朱古力 我們有一個忌廉 我們有奶 還有一些茉莉花茶 我們現在先把魚膠浸軟了 還有蛋黃 還有糖 把蛋黃放進氣面 然後攪拌均勻 你可以幫我把糖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放在旁邊就可以了 然後用奶 放在一起 然後我們會把茶葉放進去 首先把熱水放進去 然後開到中上火 好香 我聞到 我們輕輕推一推 用茉莉花茶 其實做這個甜品 其實都有一件事 我覺得要去看 我們說的是 將西式的情人節 和中國的元宵佳節一起 對 我們要幫忙 對 其實就是 你見到用過茶 用過茶 用過茶 用在甜品裡 其實是兩種中西 有少許合適 在一起 我們在這裡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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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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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魚膠 放入去 攪拌均勻 好了 現在水開始見到滾了 我們可以放進去 放在上面 然後 攪拌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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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82度的溫度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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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溫度才放入模具 Cindy,你看,現在溫度降低了 對,冷了很多 比之前稍微稠了一點 放在上面 放上去 然後你幫我移到中間位置 輕輕壓平 但不要壓到底 這些簡單的步驟我還能做到 你這麼聰明 好,加一點點 因為它是流質 我用匙間的尖尖 利用匙間的尖位 我可以靈活一點 控制到位置 然後我們把它冷到冰點 這樣就容易掉出來 心形就很美 Cindy,我們看到桌面 就是之前我們做的橘子忌廉 我脫了一個模具 放在這裡 現在我需要做的步驟 就是將橘子忌廉 你輕輕在上面 把它淋上去 這樣它會射到那個盤 Thomas,我看到有杏仁 其實我很喜歡吃的 我們今次會做些什麼 我們會做一個 牛油粒的脆脆 先介紹一下 我們有牛油 我們有黃糖 我們有麵粉 還有杏仁 烘焗過 讓杏仁的香味更加香 我們用棉花茶 但是棉花茶的時候 我們的茶葉是需要烘焗過的 讓它的茶味更加香 首先我們把牛油弄軟了 黃糖 我們放在一起 攪拌它 來 好 牛油和糖混在一起 就足夠了 把粉給你 小心 粉會彈 再加上香仁 口感會很鬆脆 這個口感很好 這個份量不錯 好香 好香 還有那個香味 放在一起 除了牛油的香味之外 還有一個茶香 譬如你不想壓的 你和我都戴了手套 是 那我們可以 輕輕把它 攪拌均勻 可以 哦 真的兩樣都可以 你練鼻力 我練止力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格式 放在上面 出來 按下去 你小心一點 還有很香 我很想吃 是啊 你用這個 這裡 手掌的雞臂掣位 會幫你節省很多力 好 我們完成這部分 我將它儲存在一個急凍櫃裡 好 大概是45分鐘左右 已經足夠了 Thomas 這個不是剛才我們煮凍了的 好似紫在用心嗎 Jasmine 牛油 脆脆 然後我們把這些碎碎 我們將需要打散 打散 進爐 我們準備了一個焗爐 就是180度 我們焗製的時間 大概8分鐘左右 好 可以嗎? 我們先進爐 Thomas 為什麼我們今天做甜品 但是整桌都是花 花都可以吃嗎 花都可以吃 我真的沒試過吃花 我今天教你吃花 怎樣可以吃 怎樣可以把花的演變成 在地區裡的一個角色 分量只需要新鮮蛋白 和魚膠 首先把兩隻混合 三百目的素 幫你數好 主日食都很藝術 是的 用心的 我們就將糖液 將糖混合 我們就會把那些花 放在焗盤上面 我們之前準備了一個熱量 大約是30-35度 保持8小時 出來的時候,顏色就會更漂亮 很可愛,Thomas! 這些豬唇是可以吃的嗎? 可以吃的,是蝦仁糕做的 我們先預備蝦仁糕 和食物用的顏色調校成紅色 然後我們搓藏了一條 然後我們先切一塊 搓藏 兩邊尖 兩邊尖 然後中間是手指尾的位置 做一個唇的粒位 兩邊尖 然後反轉 接著手指尾在中間的位置 弄一下,弄成一個粒位 然後兩者放在 一個唇印 就完成了 Thomas,我們是否準備好了 可以組合了? 是的,現在我們想把 洛曼的甜品 配合我們這麼漂亮的花 將它組合成 芒果汁 將它在這個位置 在中間位 之前焗了茶味的牛油粒 我們把泥的芒果汁 放在上面 然後把芒果汁 然後把之前做的花 拆進去 然後把芒果汁 放在面 芒果粒裡 是兩種切法 有大有小 有層次感 然後把芒果汁 然後把芒果汁 放在這裡 然後把芒果汁 然後把芒果汁 放在這裡 然後把芒果汁 因為它是黑色底 黑色底 然後把芒果汁 放在芒果汁 讓芒果汁 讓芒果汁 我們選擇一個適合的紅芒 好耶 完成了